大家好,我是小編 你有發現小英的LINE選當中有出現一個限時任務嗎? 那如果沒有看到的話,馬上點選下方的點我看更多 它就會出現在右上方啦 今天小編就要來幫大家好好解說一下這個特別的任務 快來跟我一起來了解吧 首先呢,你點下去就會收到一張任務卡 那我們點擊接受任務 這時候你就會發現你的選單不一樣了 沒錯,這就是小英總統出訪期間的助英台限時任務 需要大家在7月22號前 成功邀請三位朋友加入就算完成任務囉 那還可以獲得勳章還有特別的愛 這個小編先賣個關子好了 那我們首先來點選回報任務 來看看你還差幾位好友可以完成任務呢 好的,現在就可以看到我已經有兩位夥伴 所以我要趕快再交一位好友就能完成任務了 那我們趕快來點選加辣友 邀請蔡翔翔加入好友吧 先來看看團隊進度好了 那我們點擊下去 這時就可以看到目前任務參與的人數 以及總體任務達成的進度狀況 所以我們有能力的夥伴們 就算已經成功邀請三位好友了 還是可以持續努力向外出擊 就朋友來參加喔 讓我們的任務盡快完成 好的,經過這個時間 我們按下XX回到選單 我們先按下熱映中 看看我們小英總統出訪期間的影片 小英出訪期間每天都會不定期更新影片喔 所以呀,我們夥伴們在小英拼外交的時候 除了小編的發文外 影片的部分也別忘了隨時點擊 了解我們小英總統在拼外交時的最新動向喔 現在這個時刻 我想蔡翔翔已經加入好友了吧 我們來點選回報任務確認看看 耶,我們翔翔很棒也加入任務了呢 下方就會出現領取勳章和獎狀的按鈕 那勳章跟我們獎狀到底長什麼樣子呢 就等你來解鎖任務就知道了 啊,對對對 小編忘了說明選當中這個VIP功能 現在我們只要點選VIP 就可以看到我們目前收集到的勳章喔 那我們現在點擊任何勳章 就會進入到我們的勳章圖件 在這裡你就可以看到你收集到的勳章 有一些灰色的 就是你還沒有收集到的喔 像是小編就少了蠟總招以及蠟團長的勳章 馬上點擊蠟總招看看該如何獲得吧 哇,原來蠟總招是S加等級的徽章啊 需要邀請20位好友才可以擁有啊 那小編只好趕緊出外交朋友 請大家告訴大家加入小英的LINE了 那我們這次的教學就到這裡囉 掰掰掰掰我們下次見